我们先看一下DSC的一些配件 电源线 气管 需要通气的话 是连接设备和气瓶的两个气管 洗耳球 灰尘啊 或者是什么其他的 可以用洗耳球吹一下 样品勺和压杆 像我们平时测一些粉末 粘稠状的高体 不好取样的 这个是取样的工具 然后粉末的话 是需要用这个压紧压实的 数据线 连接电脑和设备的 数据传输用的 生胶带 气瓶如果漏气的话就缠一点生胶带 镊子 夹取干锅和样品的 实验用的铝干锅 样品的话是需要放到干锅里面 进行加热 进行加热 标准物质 锡颗粒 溶点是231.9 标样 保险丝 是设备后面的 备用的 还有一个软件 U盘 里面装有个软件 两个空干锅 以锡为例 以标样锡为例 我们取出一个样品 一般的话放10-20毫克 放到干锅里面 然后把装有样品的干锅 放到炉体的 右边的托盘上 左边放一个空干锅 进行参比 放好以后 我们把盖子盖好 放样完成以后 我们来操作软件 点击文件新建 输入样品名称 样品质量 温度参数设置 目标温度 扫描速率 就是升温的速率 有10度每分钟 升温速率 不需要很温就是0 选择气体 如果同氮气保护 我就选择氮气 也可以进行 多段的一个设置 降温的话 需要设置成负的 如果不需要的话 低压段可以不用选 选择非OIT 设置 会听到响一声 数据会下发到设备上面 然后点击 start 软件进行图谱采集 实验 实验结束以后 会采集一条图谱 我们先保存 选中 左击 点击分析 分纵和分析 把这个分给它选中 点击应用 确定 起始点 231.63 就是熔点 就是熔点 这是单条图谱 如果说需要多段的 那就设置多段的升降温 分析好以后 点击预览 可以直接打印 或者是保存 成图片的格式 我 我 我 感谢观看